Ladies and 乡亲们 各种古的又跟大家见面了 最近这个中国西北邻国阿富汗变天了 然后好多这个朋友啊 说想听我讲讲这个 其实我本来就不想讲这个 一讲这种话题啊 这个节目就容易黄标 费了这么半天劲的节目黄标 咱也不知道这个YouTube是什么标准 只要一讲到跟这个某教有关的 就容易被黄标 所以呢本来我不想讲 但是呢这个大家再三呼吁 我也就喝出去了 喝出去赔本转吆喝 好歹能转个吆喝 今天呢就跟大家聊聊 某班夺权啊 这没有什么可意外的 本来呢他就已经是控制了 这个大多数的农村地区 政府军呢也只能在几个大城市 特别是在这个省会城市里边驻扎 因此呢丢失江山是很正常的事 只是没想到呢他崩溃的这么快 令人意外的是呢 这个某班夺了权之后 中国的互联网上一片的这个欢呼 那跟自个儿夺权了一样 有人假说这就像这个 什么1949年解放军占领南京一样 我来个去 某班可是联合国定性的恐怖组织 到现在这项荣誉桂冠可没有被摘除 你竟然把这个保家卫国的人民解放军 比作是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 你怎么不把他比成纳粹党伪军呢 你齐心可诛我跟你说 某班进这个喀布尔顶多了顶多了 就像当年闯贼李自成进北京 像这个洪逆秀全攻占南京 这顶多了到这个程度 一帮土包子可有今天了 跟这山沟子里憋了20年 了不起就像当年的北日占领西贡 就像西贡沦陷 你绝不能把他跟人民解放军相提并论 你们这帮人太坏了 低级红高级黑 所以我实在不明白 你们这帮人有高兴的毛线 你们这帮人 有人说因为被推翻的政府是美国的傀儡 所以这个他被推翻了我就特别高兴 这傀儡政府爱找你毛事了 对中国是很不友好吗 支持中国的东突分子了 支持恐怖分子了 什么政府不比这个原教旨主义 这帮恐怖分子强得多 二次大战一结束 日本政府听命于美国 西德政府听命于英法美 那难道他们是傀儡政府吗 难道阿登纳政府不如纳粹德国吗 希特勒那会有主权 难道吉天茂内阁不如东条英基吗 东条英基是有主权的 所以这都是瞎扯蛋 这都不成逻辑你说的这玩意儿 根本就不成逻辑 你得看他的这个性质 是吧说某班承诺了以后 我们会变得温和 允许什么妇女工作 什么允许妇女就业 某班的承诺你也能相信 这恐怖分子 他就要建立起一个 原教旨主义的神权国家 他跟什么民主啊 人权呢 就是根本就是对立的 他不可能讲民主讲人权 他历史上就一直是略计斑斑 禁止妇女从事工作呀 禁止女人受教育 所以现在某班所到之处 妇女们纷纷穿上了罩袍 喀布尔的罩袍价格上涨了十倍 然后这个女孩都纷纷从学校都撤走了 受过高等教育的阿富汗妇女 甚至把这个毕业证书什么都藏下来 要烧毁 因为某班如果发现你这个女孩受过高等教育 就要处死 某班夺取政权之前半个月 刚枪杀了一名喜剧演员 因为这个喜剧演员他演的剧 讽刺了某班 而且挖了一个女警察的眼珠子 因为妇女不应该工作 这个女警察从事工作 违反了这个某班的这个教义 所以把她 用残酷的这个刑罚进行迫害 这还没进喀布尔呢 没打下江山 这个就略计就来了 所以你看现在喀布尔大街上 所有的那个有女性的那个广告 全都拿这个白漆又都给刷上了 所有的女性又都恢复到什么黑色垃圾袋 蓝色垃圾袋 照身又全都跟以前一样了 二十年前的这个情景如今在现 很多这个女孩她们在从学校逃出来的时候 周围就都是男人仇视的目光 你们这帮见货终于有今天 就又回到这个这个局面 所以她的这个略计斑斑 根本就不可能有所改正 你不要对这个某班抱以任何信心 某班他信奉的是沙特的瓦哈比教派 这个教派就是要消灭所有的异教徒 她这个教派就是要对外扩张 传播她的这个主意和这个主张 这是她的这个性质所决定的 所以某班就算是在阿富汗掌握了政权 她也绝对不会跟这个非穆斯林国家和平共处 特别是中国的新疆问题一定会越来越严重 她一定会支持新疆的恐怖组织 这是她的性质决定 她在根里决定的狼行千里吃肉 狗行千里吃屎 她就是狗改不了吃屎 她不可能变 绝不可能变 所以你就等着看吧 这帮这个高兴的 说是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这帮傻叉们 你们就看吧 原来这个恐怖主义的头子什么爱山脉和苏木 这不都是在阿富汗被美军无人机炸死的吗 所以这些人跟某班就是沆瀣一气的这么一帮玩意儿 说到某班这次大获全胜 喀布尔迅速的就就沦陷了 那么这里边大家可能都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阿富汗为什么这么多灾多难 打从这个79年苏联入侵到现在 两代人三代人都成长起来 这个国家一直就处在动乱之中 这是为什么 咱们先看一眼这阿富汗的地图你就明白了 你看阿富汗那个国家满眼看去一片黄色 全是山 这个兴都库什山脉这帕米尔高原 就整个全都是山 咱们说咱们中国七山二水一分田 阿富汗百分之九十都是山 基本上没有水 历史什么阿姆河西尔河水草丰美 可能这两千多年下来开发过渡 所以这个荒凉的不得了跟月球表面一样 所以在这么贫瘠的土地上 生活下来的人们完全是靠着一种信仰 而且他有一个山头就容易形成一个割据势力 你想中国在民国的时候 哪个地方军阀割据最厉害 四川最厉害 就是因为多山多盆地 四川军阀连自己的内部都统一不了 他们完全没有说逐鹿中原统一中国 没有这种想法 就能统一四川就不错了 阿富汗也一样分成这么多这个小派别小军阀 互相厮杀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民族成分就十分复杂 阿富汗在这个乾隆年间才形成统一的王朝 200年之后 1973年被首相达乌德推翻 然后达乌德被阿明干掉 然后阿明被苏联人干掉 然后就开始天下大乱 他就没有一个统一国家的这个历史 一直就是以部落为单位 分崩离析的这么一个状态 在统一王朝出现以前 所有强大的帝国都曾经统治过阿富汗地区 最早就贵双人 然后什么突厥人 然后什么包括印度波斯都统治过阿富汗 所以他的这个民族成分非常非常的复杂 最大的就是普什图族 某班就是普什图族 普什图族占了阿富汗人口的不到一半 阿富汗一共是3500万人 普什图族大概占了1500万 不到一半是第一大民族 但是人口又不到一半 所以呢民族矛盾也很尖锐 另外你比如像什么塔吉克人 哈扎尔人 哈扎尔人就是蒙古西征留下来的将士 跟当地人融合形成的民族 也占他人口的10% 结果某班多不承认这个哈扎尔人是穆斯林 因为他们大概信仰的是什叶派 跟那个某班的这个逊尼派不是一派 他们根本就不承认 特别是呢这个普什图人有1500万 但是在巴基斯坦有3500万普什图人 等于这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更多 然后塔吉克人外边有一个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是讲波斯语的 是这个中亚五个斯坦里边 唯一不属于突厥语系的国家 它是波斯语系的国家 然后还有哈扎尔人这几大民族 那么他基本上这些大的民族 在外边在阿富汗的外边都有 以这个民族为主体的独立的国家 那这些国家也没少掺和搅和 为了这个本民族的这个同胞的利益 我们的同胞在阿富汗不能受苦 给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 所以他这个民族成分复杂 然后这个地方又位于这个亚洲的心脏 咱们可以讲 所以四战之地周围强林环伺 因此他一打起仗来就旷日持久 远的他就不说了 就倒到1973年 是吧 达乌德是干掉了这个末代的国王 国王流亡海外 王朝被推翻了 王朝被推翻 达乌德就成立这个共和国 结果被阿民干掉 把阿民干掉之后又不听苏联的话 然后苏联就直接出兵 以苏联的国力如果打阿富汗 那可以讲是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把阿富汗占了 结果呢 当时美苏冷战 美国觉得这是一个拖垮苏联的好机会 80年奥运会 不就是因为苏联侵略阿富汗 遭到各国的抵制 所以像美国啊 西方国家就没有参加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 于是呢 美国往里掺了一脚 掺了一脚 包括沙特啊 巴基斯坦啊 给提供各种各样的这个援助 苏联的直升飞机厉害 美国给提供毒刺导弹 所以这仗一打 旷日持久 苏联在这打了9年 死了3万多人 没有任何的收获 最后苏联被迫撤军 苏联一撤军 阿富汗更是群龙无首啊 他留下的这一个共产党国家 就纳吉布拉建立的这个这个政权 几年之后崩溃 然后阿富汗你跟走马登上换政府 各国势力不断介入 所以他的仗停不下来 既周边有这个跟他同一民族的国家的支持 然后呢又有大国势力往里这个渗透 这个仗你根本就停不下来 再加上这个国家 几千年一盘散沙 什么能把这个国家凝聚起来 唯一的就是信仰 这个信仰呢就是伊斯兰教 其实原来这是佛教昌盛的国家 大家都知道这巴米扬大佛被塔利班摧毁 其实塔利班在摧毁半个 大家都知道这个巴米扬大佛被某班摧毁 实际上某班在摧毁这个大佛之前就已经下达了灭佛令 阿富汗原来历史上贵双帝国极盛时期的那些辉煌灿烂的佛教遗存 基本上全摧毁了 中国的佛教其实就是从贵双帝国就传入中国 就是肉汁人在那建立的国家传入到中国来了 就全部被摧毁 所以他本来就已经是这么乱 然后再加上这个伊斯兰教在阿富汗一统天下统一人们的思想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某班信奉的这一套原教旨主义的东西 并不是阿富汗的伊斯兰教 他完全是外来的 所以很多阿富汗人对他们这一套东西是很反感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末代国王统治时期 这个阿富汗其实是很世俗化的一个国家 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沙特支持的这个瓦哈比教派 是一个极端原教旨主义的教派 沙特在统一的过程当中得到了瓦哈比教派的支持 沙特王使跟这个瓦哈比教派这个签订协议 你帮着我统一 我帮着你传教两边联盟 所以这瓦哈比教派二百年来对沙特王使不离不弃 这瓦哈比教派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教派 然后他们就主张在这个全世界推广伊斯兰消灭所有的异教徒 那么在消灭所有的异教徒当中首先要消灭的就是自己内部的异教徒 攘外必先安内嘛 比如说包括什叶派包括世俗的穆斯林国家首先要消灭 所以今天世界上所有的恐怖分子 甭管是这个基地还是ISIS还是这个某班 他们都是瓦哈比教派的忠实信徒 你看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信奉这个瓦哈比教派 就是从沙特传来的 所以实际上某班的思想并不是阿富汗自己的 也不是普什图民族的 而是从沙特传来的 这个世界上最邪恶最混蛋最淫荡最腐朽的国家 从这传来的东西 那因此对于这个阿富汗人来讲 那某班的思想纯粹是外来的 那这帮人不都难民营里的这个 上了这个京学校的这帮学生组成的这个东西吗 原来他刚建国都是他传播这套东西 没人拿他当回事 觉得这就是一帮疯子 这就是一帮这个神经病啊 甚至在这个嘲讽他们的时候带着一丝同情 结果没想到滚滚黄沙底下埋葬着滚滚的石油 这一下这帮坏蛋有了钱了 这帮坏蛋一有了钱 就把他们的邪恶思想到处推广 某班其实是受这种邪恶思想的影响 因此这种东西是无解的 他跟世俗跟民主跟人权跟尊重女性完全是背道而驰 你绝不可能指望着他们会良心发现 或者这个幻然悔悟是绝不可能的 这是肯定的 咱们还是讲有的中国人兴高采烈 就说你看啊 这是说明这个美国对阿富汗的改造完全失败 这个20年灰溜溜溜的滚蛋了 然后这个花了上万亿的美元 死了好几千人 你看彻底失败了吗 你这套东西不灵吧 确实啊 美国在阿富汗的改造 把这阿富汗改造成一个世俗化的民主化的温和的国家是失败了 为什么呢 你这个改造是有前提的 你比如我当年在中学教书 然后电视台有一位总监 让我呢给他的女儿指导指导高考历史 我问我说您这闺女这个最后一次模拟考试考了多少分 他说考了70多分 我说那还知道啥呀 我都考不到70多分 说不不不您还是给我们看看 然后我就去给他看了看 我就是看了看孩子的卷子 然后告诉他呢 你的能力什么什么都没问题 个别解题技巧给指点了一下 然后最后呢他高考历史考了80多分 你高考历史上能考到80多分 你应该是文科生北京市文科生的前三前五 他好像考了87分 我要参加高考绝对考不了这个分 这太了不起了这孩子 然后考上北师大 然后他妈妈就到处去说 说你看我那个袁老师就给我闺女指导了一次 我闺女就考上北师大了 哎呦 我说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这跟我没毛关系 是孩子好 是吧 他70多分 我给他指导一次 他80多分 你别做个30多分的来了 您给我指导指导 我也考上北师大 那你打扫我也做不到 所以你看美国改造谁成功 改造日本成功了 改造韩国成功了 那改造韩国呢 韩国不是90年代才走上民主化吗 美军现在还驻扎在韩国 那从朝鲜战争结束到这个90年代走了40多年 经过40多年他才走上民主化的这个道路 日本为什么能成功 是因为日本在战前就是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就是帝国主义六强之一 甭管是工业议会制 包括内阁制包括宪法 人家这些东西都有 你可以把铁路炸没了 把工厂炸没了 科学技术这些东西你炸不没 所以他就是穷 长大完了没有钱 你一投资他经济能恢复 民生就能改善 你这个阿富汗行吗 你看美国在那个南越 扶植南越为什么就失败 就道理差的太软了 你这阿富汗好家伙二百年前还是部落呢 这个人均GDP只有五百美元 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全国月收入在人民币一千块钱以下 所以你想这种国家他就没法改造 美国都是按照自己的理想 想把它改造成一个世俗化的民主的国家 然后搞什么议会制 搞选举 然后经济上呢搞市场经济 思想文化上呢 学习西方的这个价值观念 民主啊 人权啊 两性平等啊 种族平等啊 然后这个宗教信仰平等啊 宗教信仰自由啊 这些东西在这个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所以你甭说你花一万亿美元二十年 你花上十万亿美元二百年 估计也是没戏 所以美国就撤军了 美国这一撤军 其实特朗普的时候就要撤军 美国一撤军造成的结果 就迅速出现了全力真空 你看他在南越撤军也是嘛 72年停战协定一撤军75年南越政府就倒台了 因为这个美国对这个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改造啊 他一般来讲不深入的去干涉这个政府的内部事务 他不让苏联扶植那些卫星国 领导人不听话 直接莫斯科就直接给你拿下来 包括六八年布拉格之春 包括五六年镇压这个波兰的起义 90年镇压波兰的这个工人的运动 他都直接 苏联直接就给你出兵 美国不干这个事儿是吧 出钱 出枪 出顾问 扶植你让你自己造血 他觉得兽人以鱼不如兽人以鱼 但是 这地方说句不好听的话 就狗肉端不上桌 悉尼糊不上墙 等这个美国的支持一撤 他当地的政府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去治理这个国家 特别是咱说说点实在的就是美国做的最次的一件事是什么呢 他把当年法律班的北方联盟的军阀全部给消灭了 我绝不能允许在阿富汗出现军政府 吸收什么蒋介石啊 朴正熙啊 这些人的这个经验教训 绝不能出现一个军事独裁者 一个军事强人 我不能支持军事独裁者 我要支持一个民主政府 但是你民主政府能对付得到某班吗 你没有军事强人 没有强有力的铁腕的手段 你怎么能对付某班呢 根本就不可能的 所以他这个做法完全在阿富汗这个地方是水土不服的 再有一个你撤军分怎么撤 苏联当年也撤军 体面的后撤 而且跟那个各反苏力量达成停战协议 我撤军的时候你不能拦我啊 你不能伏击我啊 体面的后撤 美国完全有时间从从隆隆的撤军 结果这一下把好家伙变成了溃退啊 可以讲是自这个伊朗人质危机以来最丢脸的一次啊 这边跟个溃退上来 最后没办法 又派这个82师又进入这个阿富汗保证喀布尔国际机场的这个畅通啊 咱们看那个视频里边有那个美国军机起飞的时候 这阿富汗人扒在这个飞机轮子上想跟着一块走 结果掉下来摔死 其中包括一名女性哎呀真的是太惨了啊 但是现在呢听说这个机场啊就恢复正常了啊 这几张图片啊也都看出来了啊 你看这人在这个飞机里塞的跟那个杀丁鱼罐头似的啊 这是那个team上位发给我的啊 说我们尽最大的努力能救出一个人算一个人吧 为美国服务的这些阿富汗雇员啊 赶紧给他们发签证让他们到美国去 然后这是这个德国的这个维和部队 在机场维持秩序 你看这个机场的秩序就比较井然了啊 那么某班占了这个阿富汗 是不是就说明阿富汗从此天下太平啊 也根本就是做不到这个天下太平 为什么呢 他只是暂时得意欲识 咱们讲了他代表普什图族 他的思想是从外边来的 所以他不可能完完全全的控制阿富汗的局势 总统是带着四卡车和一直升飞机钞票跑了啊 我觉得带的肯定是美金 不是这个阿富汗尼啊 但是副总统留了下来 你看他发推特啊 表示总统跑了我就是总统 我领导军队去抗击某班 据说呢他已经收复了一个省的省城 所以我觉得某班不可能在阿富汗做到一统天下 原来阿富汗中央政府民选政府做不到的事 他也做不到啊 所以阿富汗这种多山的地形 多民族啊 然后多宗教矛盾 反而呢 现在看是某班的一个噩梦啊 某班当年也没有一统天下 有北方联盟一直反抗呢 以后还会有这个反抗某班的势力长期存在 只不过就是阿富汗太不幸了 可能会长期处在这个内战和混乱当中 关于这个某班在阿富汗夺权啊 阿富汗变天这件事儿 咱今儿呢就聊到这儿啊 下次呢有什么新的话题想起来啊 再跟大家聊 非常感谢您关注袁腾飞频道 请点击屏幕下方的小铃铛订阅 谢谢大家